大家好,我是老挝店长 现在在老挝的菜市场里面买菜 今天下午过来买点青菜和猪肉 今天两万二 今天都两万,你买两万啊 OK 价格涨得这么高现在,两万了 原来一万五都可以 白萝卜一万二 白萝卜一万二 白萝卜要一万二啊,不是八千就可以了吗 一万 一万嘛,你给我按一万嘛 今天在你家买 对,而且来我买 土豆呢? 土豆九千,八千 八千 买两个土豆吧 你帮我来菜了 你按两万就可以了 这个一样的价格 买这么贵 天天买菜 我买,我来 我买二千 我买了一样的价格 我买它 我买它 智能 可以 可以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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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就买了一点瘦肉 然后 那个三颗生菜 一个大萝卜 三根辣椒 一起花了六万五千老币 人民币就五十多块钱 这么多 老挝的蔬菜的价格真的是非常贵的 特别是青菜 老挝如果本地 可以种出来的一些青菜 价格可能就便宜点 像那个 叫什么 空心菜啊 它就会便宜一些 只要是他这边 种不出来的菜都非常的贵 国内的这个蔬菜到这边的价格 基本上都要 涨到三倍以上 很多的 中国老乡都在老挝这边 贩卖中国那边的蔬菜 利润都非常高的 听说他们一年 至少都可以赚到个 三百万百八十万吧 非常非常高的价格 基本上我每次去 那个中国菜市场那边买菜 如果只买青菜不买肉 买一个星期的菜的话 大概就要花掉四五百吧 人民币大概就要花掉四五百 一个星期 好了今天的视频先给大家拍到这边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